下午好 欢迎收看7月4号的五间新闻 昨天7月3号 华尔街日报爆出7亿美元存入首相纳吉的户口之后 立即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纳吉这两个字立即成为谷歌搜索的热门关键字 搜索的热门程度暴增了数千倍 尤其纳吉传出即将要辞职的消息 昨天晚上纳吉在仪佛州出席开灾活动时 面对记者追问会否辞职 也只是笑而不答 首相纳吉昨天晚上发出文告 否认从一马发展公司或者是SR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挪用公款作为私人用途 并且谴责这是政治阴谋 根据本地马来报阳光日报最新的消息指出 首相的政治秘书莫哈默凯伦表示 华尔街日报根据资料来源是脆弱和可疑的 他们会采取法律行动加以对付 不过美国媒体CNBC采访到 华尔街日报香港分社社长肯布朗 强调所根据的文件是可信赖的 而且包括总检察长 甚至是首相个人也已经看过有关的文件 除了美国媒体CNBC跟进报道之外 纳吉也登上许多国外媒体 包括台湾的中时电子报和自由时报 BBC印尼和澳洲的ABC等媒体 不过谷歌显示全球搜索纳吉 关键字最热门的国家前三名是 马来西亚 汶莱以及新加坡 新闻的最后和大家介绍 这架阳光动力二号飞机 在架游类士人设计的飞机 不用添加燃料 不排放污染物 只是依靠太阳能能日夜都能飞航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飞机 它从日本起飞之后 横跨太平洋 持续飞行了118个小时 成功抵达夏威夷 阳光动力二号也缔照了最长时间 太阳能飞机不间断飞行 最长时间单人驾机飞行 和最远距离太阳能动力飞行 三项世界记录 今天的五报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